日本拳王莱花挑战 邱建良连红十几拳将其干挺 吓得裁判赶紧阻拦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有趣的中日对决 我们的坦克邱建良大战日本拳王 长岛熊一郎 让我们显一少叙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 那么身穿黑色短裤的 就是我们的坦克邱建良而身穿白色短裤的 则是日本拳王长岛熊一郎 可以看到双方选手表现得很克制 都没有急于出手 我们邱建良大家都很熟悉 拳商极高 是格斗界的天才导师博士后 就说他这个拳商太厉害了 那么这个长岛熊一郎很有意思 他是日本的搏击王者 也是日本的格斗冠军 这个日本的柔道啊 拳杰朱空手啊 日本拳法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蝉联了两届世界冠军 击败过无数强敌 最终是登顶世界八强 可以看到啊 刚才这一脚 也是让我们的邱建良 有一些猝不及防 非常的厉害 有一个缠斗 这个长岛熊一郎啊 比我们的邱建良要高出来不少 这个地盏优势很大 我们的邱建良还是要小心一点 他最终是登顶了世界八强嘛 但是日本人酷爱cosplay 经常是在擂台上以这个搞怪出名 穿一些奇装异服的 还是要小心啊 不能缠包 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脑袋不要先朝的对手 我觉得这个对于长岛来说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的执行 其实没有像crash和k1 就完全不允许缠包的这样 我刚才啊 后鞋梁这个后手还是打着了 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 好的神龙摆尾 我们的全天狼是面对强敌啊 会频繁使用这一招绝招 那么长岛熊一郎这个反应力 其实也是很快 还是多次来过中国 那个挑战过中国的很多知名选手 长岛熊一郎自己也表示 自己还是蛮喜欢中国的 他觉得中国这个选手啊 比日本选手要抗打 而且比较厉害 也不知道一个日本人 为什么要夸我们中国啊 这个终日友谊吧 终日友谊 哇 旋风踢 这个挂到了这个 对 这攻击半围还真是够远 好 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 哎呦 邱建良这个力量啊 左摆打得非常的凶狠 从力量上来看的话 是要比长岛熊一郎要厉害的 右侧左侧 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 这个进攻的这个企图 你看又是逃开了 又逃开了 这个我们的建良啊 跆拳出身 也是很多的拳种都学过 尤其是跆拳 打得很凶很凶 长岛熊一郎可能是 也是没碰见过 这么攻击欲望强烈的中国选手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 双方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回放 可以看到啊 长岛熊一郎是比较喜欢打突进的 但是我们的邱建良呢 无论是进攻防守还是反制 做的都非常的好 这个给长岛熊一郎的机会啊 可以说是没有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长岛熊一郎和邱建良 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 好的第二回合 建良往里进了 长岛开始贴在身上 长岛最擅长的这个技术 这个很难得啊 我们的建良一般很少会主动的打突 也是可能看出来了 这个长岛在近身方面是弱势 贴死对贴死然后进攻 铁英华很擅长面对这样的选手 只要你鼓鼓我的锦 我就连续打击板打开 没达到 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进攻啊 前后手 哦漂亮 跟这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 好 邱建良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战术 疯狂贴身 这个这场比赛啊 这个长岛熊一郎打这个后脑 可能也是有些多了 他一直在拦着 跑在低扫 邱建良的这个高刮 挂高扫啊 这个很擅长这个 对刚才平攻 哎呦连销带打 我们的邱建良也是 哎呀 这个在速度上 邱建良确实是太快了 长岛看这肌肉类型 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 对是那种粘贴在身上 跟你对攻的 我们看又开始了 对 那邱建良这个 功课做的也很多 我就硬顶着你 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 好点到了 哇 漂亮 神龙白尾 一个勾腿 直接是把这个 长岛熊一郎勾倒了 如果是后脚跟的话 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 上高 扫导 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 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 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 是啊 长岛一个左摆打到了 在邱建良的枪林弹雨里 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 邱建良好的 又是 跟着手抱住 嗯 这个长岛熊一郎 也确实是有些难啊 在这么高密度的进攻下 想找我们建良的这个破绽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大风 漂亮 左白 好的 坚强平了 哇 长岛恢复得很快啊 可以看到长岛熊一郎 已经是完全放开了 就是想直接往里打我们的邱建良 但是邱建良这种防守 做的太吓人了 基本是不会给长岛熊一郎 太多机会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这个邱建良啊 这个防守和反制 基本是把长岛熊一郎 进攻的路给防死了 虽然说是比 真体优势来说 比这个长岛熊一郎差一点 但是攻击密度摆在这里 你想往里打 不给你机会 也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回合 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一场对战 两人打得很有战术 是 可以说在 哎呦 长岛熊一郎 还是要考虑一下 自己这个进攻 是否合适 毕竟这种反制的机会 不能给我们邱建良太多呀 已经第三回合了 我们的建良也开始发狠了 前刺 顶开了邱建良 后手 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 因为发力进城 长岛更长 对 这已经是第三回合了 长岛熊一郎 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 有效的进攻 哎呦 高嫂可惜 被这个长岛熊一郎 顶了一下 这个 长岛熊一郎 还是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的啊 找时机 也不是说 找不到 只不过就是 我们 我们邱建良 防守的太好了 展示的后灯 后手 前手 打对了 后手拳 漂亮 漂亮 往里打 可以看到邱建良 这一波攻势 如同疾风 咒语一般 这根本是不打算 给长岛熊一郎 任何机会 漂亮 长岛熊一郎 被直接击倒 我的天哪 这个 不知道是鼻子 还是嘴角啊 已经是被赶出鲜血了 好的 裁判事宜 无法继续比赛 我们邱建良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刚才的精彩瞬间啊 在独秒之前 长岛已经是 做了几张时间了 才开始独秒 没错 观众朋友们 可以看一下 我们建良 这个打击密度 真的不是说 一般选手 能够做到的 能够同时具备 进攻和防守 天衣无缝 目前来看的话 全国只有 我们的邱建良 一个人 只有他一个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 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红方胜 让我们再次 恭喜建良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主席 外面全面董事长 张经洛先生 为邱建良颁奖 您的观众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观众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